鸡肉 橙香的鸡肉 各位 replied 各位朋友 今天和大家分享个家常骨饭 就是鸡肉 橙香鸡肉 这条 unterwegs有大約1斤的鸡肉 香料方面有姜片和葱 調味料方面有紹興酒 白醋、鹽和糖 這裏是橙汁 不喜歡橙肉的,可以夾出來 排骨手先用鹽洗一下 可以多放一點鹽 洗一下,按摩一下 用鹽洗排骨,可以使肉軟滑、軟滑 和洗油脂 過程約2-3分鐘 洗乾淨 洗完後,用水洗乾淨 用鹽洗乾淨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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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洗乾淨 再洗乾淨 再煮乾淨 再煮乾淨 先煮乾淨 先煮乾淨 煮乾淨 放些蔥和薑片 放些醬汁 放些醬汁 加入鹽 加鹽 讓排骨有底味 再切成油麵 放些醬汁 放些醬汁 放些鹽 放些醬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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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炆了,过程大概30分钟 煮了半个小时 用筷子轻轻捅得过,很容易捅得过,就会很难 这样就软了 现在鱼肉先上淀粉 像一层衣服包住,然后拿去半煎炸 现在鱼肉先上淀粉 现在放少许油,半煎炸 这样就可以放少许油 还有做出的效果和炸 都是差不多的,可以的 现在在煎炸的油温,放入筷子里,切泡泡就可以了 炸一边,煎完一边,先煎到两边更黄就可以了 好了,现在煎好就去反正边煎了 金金黄黄 骨就炸好了 把它搅拌 现在就做酱汁了 放些铲汁 白醋 糖 煎熟后加入生粉水 加入骨 这是今天和大家分享的香铲排骨 喜副的朋友可以试一下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然后我们下期见 们下期见 咱们下期见 大家下期见 si这个孔子